地方屆立法委員任期進入倒數 許多法案都送到黨團協商 公多盟表示 黨團協商決議法案 是不公開的議事過程 恐怕會上演法案大清倉 立法程序初超 修法品質差 對此十五號公多盟召開座談會 針對黨團協商的利與弊做討論 這個時候 作為少數的抗爭 也許用 如果全部全部用投票 怎麼投 民進黨或是黨外的議案 其實都不會過 那麼透過協商也許可以 多多少交換一些 國民黨可能不是那麼在意的法案 先讓我過一些 過去有這個樣的一個歷史背景 所以我們也不要說 完全都認為說不好 我們至少有二十幾的重要法案 是黑箱作業通過的 這次公都盟從不同角度切入去討論 國會黑箱協商的問題 期待國會可以有陽光法案 而第八屆第七會期即將結束 第八會期則是預算會期 同時也面臨大選 許多法案都還在卡關 而在原住民族相關法案部分 原策會希望可以儘快通過 原住民族重大優先法案 另外為了要改變立委的專業功能這次座談會中臺灣勇社副理事長表示希望國會有更新的建議會 國會立委席次可以變動 部分區立委跟區域立委可以比例相當 也兼顧到所有所謂的代表行為 也兼顧到專業性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原住民的選區這麼大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尤其有一些 當然每個族群的民族的人數不太一樣 那怎麼去比較均衡地反映出原住民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在制度上是可以同時去實行 我們今天做很多的監督 因為很多民眾不知道說 你的立委到底在國會做了什麼 他們看到了只是說他做了多少的服務 所以我覺得共同委會努力的將 就是說這些國會議員到底在國會做了什麼 這些資訊能夠公開 透過不同的管道公開 讓人民可以做選擇 龔多盟表示 由於黨團協商不公開 不透明形成黑箱作業 未來將會持續爭取黨團協商透明化 立法院IVOD轉播無死角 各委員會開放旁聽 以及設置國會頻道等 讓國會諮詢公開 另外也表示到明年大選前 會持續舉辦系列座談會 針對法案預算限改等議題 邀請各界代表一同發聲 期望能夠選出真正願意主動 傾聽人民聲音的代議事 讓二零一六國會能夠煥然一新 記者莫拉斯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